各位朋友们,我是雨红 那今天穿的一个毛茸茸的衣服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件外套 带了一个最近初工用的小包包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穿搭和初工 我都带了什么随身的东西 首先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大衣外套 好,我喜欢这个大衣外套 这个就是非常软的那种毛毛茸茸的 看上整个就是一只巨型泰迪 就特别像摸着一只泰迪狗 因为它是长款的这种大衣 比较适合我这种高个子 这个衣服有一个好处 它带着一个可拆卸的这种围巾 就非常适合那种冷冷的天气 自己裹的这样毛茸茸的 特别的暖和 你也看到我背了一个抹茶绿色的 非常简约的条纹的托特包 这包包是我之前买过他们家 一个大的白色的 你记得吧 同样的这种材质的 这个包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包包 因为入春了嘛 就想带一点绿色呀 新鲜一点的颜色 这个包去现场开工的话 又很低调又很好看 它整个工艺都是那种非知面料 非常的有韧性 你们看其实它是有一点弹性的那种 它是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 就你拎在身上 其实它很有型 它不大不小 我用的东西装得刚刚好 我里面装了一些水呀 各种东西 不影响它的形状呢 立体性是很好的 整个包的这种包裹型 你看 这种抹茶条纹的 非常高级的森林绿色 把手这里也是那种 非常深的墨绿色 像这种包 其实春夏冬天 完全都是可以背的 我两天天暖和了 我就可以穿一些白T呀 穿个牛仔裤 搭一个这样的包包 我觉得很年轻 很有活力 当然了最近还是要穿得暖和一点嘛 给你们看看我包里 还是一样有一个内胆 我就用它装作是一个化妆包 里面就装一些 我补妆用的口红啊之类的 今天嘴上涂的是这一支口红 INTO YO的EM03色 这色号就特别的显气色 有点橘红色调的那种 我在系里也用了这个颜色 我觉得颜色很高级 就是很衬人的那种 你们看我今天整个妆容 和这个也是很搭的 这个你们猜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冰敷袋 是我自己研究发明的 我把它是用作一个暖水袋 最近拍戏天气还是比较冷嘛 我的手就特别容易冰凉 这个容量特别的大 就比一般的暖水袋 装的水要多 它直接接触皮肤的面积又很大 它是这种很薄的 就会很烫很热 比暖水袋要节省空间 因为它可以随便揉嘛 这样一搓 我就放在兜里了 很好用很烫很烫 我知道它到底能用多久啊 反正我是一直用这种东西 装的暖水袋 平时必备的这种口罩啊 一包纸巾 还有一些散茶 就平时如果在现在想起喝哪个茶 我就直接在保温杯里扔一个 这个手机 还有吃的喝的 还有一瓶可乐 你们看我在包里装的那么多东西 都是随身可以用的 一点都没有显得很臃肿 我觉得也很适合开工 平时出去玩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开春了 大家一定要买那种 亮亮的 很有春天气息的 很有生命活力的颜色 这个也比较中性化吧 它不是那种嫩绿 很乍眼的颜色 就是这个深绿和这个抹茶绿 拼在那里一起吃 有点均绿色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还带着一点 酷酷的那种 然后是身上的这件衣服 它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轻的那种感觉 就把衣服扣一下 就很简约 很大禽食现场的环境 不是很恶劣的话 我就选择穿这个保暖性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真的非常的柔软 整个这一身是比较保暖 又很实用 又不失美感的一种 出工的穿搭 就让我们平时拍戏 出工的时候 感觉自己不那么那么像 一个打工人那么狼狈 好了今天我的出工穿搭分享 就到这儿了 我要去工作了 拜拜